大家好,我是马克老师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法语的面签 因为马上就到面签季了 很多人可能今年去法国留学的学生 大家都会集中在7月份和8月份面签 因为很多大部分的学生应该都是在9月份开学 那我们就一块来梳理一下面签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 很多人可能都是打印了一个一堆问题 然后的话对应着往里面去写 其实面签的时间的话是非常短的 大概10分钟的时间 我们要回答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可能提问我们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 大家细致一些去准备这些当然是好的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法语水平的话 我们去把这些问题准备出来去记一下 在回答的时候的话不至于脑子一下子空白 那我们整体来说的话面签应该分为四块 首先第一块的话一般是你的个人信息 也就是你的个人情况 这的话可能会直接让你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也有可能会单独的去问你一些信息 比如说你的姓名 你的住址 你的年龄 你的学历信息 你的教育经历 你的实习工作经历 这些的话大家都要去准备到 尤其是教育经历和你的实习工作的这些经历 当然大家如果没有工作的信息 比如说直接毕业以后就要去读研了 这个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在工作这块的话不准备 但是如果说有过工作经历的停止了工作要去读书的这些学生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块的话可能是他们提问的一个重点 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的话都衔接上 也就是说你中间每一年都做了什么 大家都要非常清楚的能表达出来 然后我们重点来说一下去第二个问题 留法动机 也就是我们的motivation 那面前观的话也是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想着发的去问你为什么要去法国留学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形式 那大家注意在回答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比如说我觉得法国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以及他的学费还非常的便宜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呀 所以我就选择了去法国留学 那这样的回答是肯定不行的 大家注意一切的回答的根本的话 都要依据你要就读的专业 以及你未来的职业规划 也就是说呀 比如说我想从事管理的这个行业 那我去法国留学的话 我选择的专业是管理类的专业 我觉得去国外的这段经历的话 可以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非常的有帮助 那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一定 你去法国留学 并不是为了去看风景 也不是为了去旅游 而是为了去学习 这是大家在动机方面的这个准备 最好的话 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 你要就读的这个专业 你的具体的科目是什么 那大家在回答的时候 比如说这些课程 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它跟我在国内所学的有挺大的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 正是我所欠缺的 也会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非常的有帮助 大家注意和自己的专业 还有职业规划去联系上 这就是我们在准备去法国留学动机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学习计划 这个问题的话也是必问的一个问题 可能会问你在法国要待多久的时间呀 那比如说本课毕业的 我们要去法国 通常是规划三年的时间 法国研究生的学制的话是两年 通常法语受课的学生 第一年可能需要学习一下语言 需要达到B2或C1的语言水平 才可以进入专业 所以我们第二块要准备的学习计划的话 一般大家可以规划三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 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第一年你是学语言的 那在结束的时候 你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你是否对你的专业 比如说文科类的专业 法律了或者文学了 这类要求的C1这个水平清楚呢 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 你是否能达到C1 那比如说有的是这种升科类的 或者说是理科类的专业 我需要达到B2的水平 所以第一年你需要知道 你是学语言的 并且需要达到哪一个级别 然后第二年第三年需要做什么 最好还可以了解一下你的课程 比如说最后的话 我们有实习几个月的实习 我打算怎么样去实习 大家可以把这些东西的话 都准备到你的学习计划 每一年待多久的时间 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 都非常的清楚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 就是职业规划了 这个问题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其实它是和你的动机 你的学习计划都是相关的 那职业规划 大家在准备的时候的话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 老师我现在都不确定自己未来能做什么 要干什么了 我现在只是想去国外学习一段 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学生的想法 但是法国面前的时候 就是需要我们非常非常明确的知道 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精确到什么程度呢 精确到你非常清楚 自己未来要从事哪个行业 去哪个公司工作 甚至是哪一个职位 我们都需要去准备到 那这个的话 大家不能随便去拉一个公司 比如说我要去一个中法合资的公司 我要去加拉夫工作 那这是一个中法合资的公司 那它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 这个东西不是你随便去拉来去做的 最好的话就是和你有相关的 这个关系的一个公司 那大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可以自己去经常反问自己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要回国以后的话 去加拉夫这个公司工作 那人家可能会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在法国的加拉夫工作呢 那你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加拉夫工作呢 又比如说很多法语专业的学生 可能说回国以后 我要去我要回国去从事法语教学这个工作 那人家可能会问你 为什么你不在法国去教汉语呢 那你为什么要回中国去教法语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些问题 根据这些问题去回答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随口 可能就会问出来你的问题 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大家最好可以自己独立的去完成这些东西 自己真正的去想一下 我为什么要去法国留学 我回国以后要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呢 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 因为只有最真实的东西才最能打动人 也最让别人挑不出来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 去准备一下自己的面签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咨询Mark 老师 Merci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